包它全是混错的 然后再来一方面我们主是一个消毒 然后再来它的包好包 它的软硬就好包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看 那这个我也插过了 然后我们看它的纹路 那我们里面的是深的 比较深的纹路 外面它是比较滑的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边 那它的纹路是横的 不是直的 所以深的朝哪一面 所以我们看 那个叶子它的宽度 一定不会很了准的 那比较窄的我们是朝内 比较宽的是朝上 好 好 我们就看 那像这个的话 一般我们包 我们都会看那个叶子的大小块 那像这样的话 我差不多就放两条了 那这个就这样宽 那很窄的 比较窄的 我们就放一条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差不多 今天的叶子是平均 比较平均的 细的在里面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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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细的在里面 纹路比较深的 那这个 这个 好 好 注意看它 没有包对花 等下煮好之后 那个香蕉 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 这个手 注意看我 这个手我会碰到你的 它里面的食材 那我们包的时候要有技巧了 好 这个有点就是类似我们包寿死的程序 然后 然后 就这样给它卷 然后我上面 右手边 就把它上面的 右脚给它 抓 那个给它 硬定一下 给它压一下 然后我这个左手呢 我就尽量把它拉紧 它不会破的 除非是之前 它有破一点 它就会破了 然后就拉紧它 好 那这样的时候 我的饭就可能 会出来多的话 那好 我两边就给它 好 抓紧 抓紧它 在底下这边抓紧它 再给它走一走 好 那这样我就大概 注意看 差不多八分 对不对 八分好 那这样了以后呢 我就把它 这样就固定它了 绑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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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实在的带手 非常的绑 好 手大会滑 好 那等一下 你看看它的 胡椒完整 真的是小狗 真的是小狗 好 好 好 然后呢 那我们 不要给它 弄得很紧 因为它等一下 真的时候 它会膨胀 好 有一点点的空隙 好 好 好 那这个 煮出来会甜甜的吧 香蕉很甜的 它香蕉的味道很重 看我的 好 这样就是成品了 好 注意一下 好 好 可以包咯 好 可以包咯 可以包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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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